乌克兰方面26号表示 基辅当天遭到多枚导弹攻击 并有居民楼被导弹击中 对此 俄罗斯方面称 其打击的是一处军事目标 而居民楼受损 实际是由乌方防空导弹造成 乌克兰内务部长顾问格拉先科 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当天早上 基辅市一栋居民楼 被导弹击中并起火 救援人员随即现场开展营救 据乌克兰24频道报道 基辅市一座九层公寓楼 当天被导弹击中 工艺楼一至七层的建筑结构 严重受损 而其余几层几乎被摧毁 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 遭袭地点位于基辅市中心的 舍府秦科夫斯基区 已造成人员伤亡 乌国家通讯社援引乌克兰 最高拉达议员贡洽联科消息称 根据初步信息 共有14枚导弹袭击基辅市和基辅州 根据俄罗斯与假新闻 做斗争网站公布的消息 俄方称 关消息不实 俄方指出 乌方在发布新闻时 并未透露在遭袭的公寓楼后方 是阿尔乔姆军工厂 该军工厂主要负责生产炮弹 和空对空导弹 俄方强调 此次空袭的目标 是阿尔乔姆军工厂 俄军导弹命中了这一目标 至于公寓楼遭袭 是由乌方的防空导弹攻击造成 这也是为什么公寓楼遭到的破坏 主要集中在顶部